现在的减碳进度又怎么样呢 这个是联合国的环境署他们说 从去年的峰会以来 他们发现居然只减少了11吨的碳排放 这一点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那些领导人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虽然好像真的有努力 可是努力的这个力道真的不太足 而且他们还认为在2030年全球预估的排放量 可能是不到只有1% 可是这个1%好像在我们整个 希望可以减缓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微小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慢 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 是在2030年要控制升温1.5度 可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控制的话 那么现在剩8年 我们必须年排放量 要比当前政策再减少45% 那不要忘记了 这个1%跟45%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而且呢 每年要投资至少4到6兆美元 那领导人会不会愿意 投入这笔金额都还是一个问号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 升高到超过1.5度 甚至到2度的话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因为现在其实当然是 大家的目标都是 可以控制在1.5度之内 可是因为现在要升高2度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升高到2度的话 其实我们会面临到哪些问题呢 像是极端热浪呢 冲击的人数呢 就会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且另外还有增加2亿人口 可能会严重的缺水 他们的预估是2亿到2.5亿的人口 可能会面临严重缺水的问题 还有加上还有干旱啊 风暴 还有极端降雨都会越来越频繁 然后像是北极海的无冰现象 过往已经是可能百年已遇 可能会变成10年就可以一见 所以现在专家就是气候专家 他也有谈到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距离减碳目标呢 还差得非常远 而且必须只能尝试能降一点是一点 所以这一次现在正在举行的 这个埃及气候峰会 其实应该就是要开始来填补这些缺口 好 是的 如果我们再不赶快填补这些缺口 赶快减少碳排放的话 现在专家也预估了哦 2035年北极海可能会看不到任何兵 来看我们这次的报道 身为北极理事会的候选观察员 土耳其科学家们在今年7月开始 22天超过3700公里的北极航程 搜集动植物样本 监测海洋污染物 像这样不结冰的北极航道 可能会越来越多 若地球以目前的速度暖化 2035年夏天 北极洋面将看不到冰块 人类的贸易航运 捕猎等活动 到底对北极生态系有何影响 也是土耳其科考队的观测重点 不过在美国 研究鲨鱼的学者 用超高频声波追踪鲨鱼回游 发现它们的与众不同 尽管如此 原因却不是爱吃人肉 鲨鱼接近城市海岸 只为渔船或钓客丢弃的渔货 若你在鲨鱼活动海域 带着闪亮亮的珠宝或手表等 下水游泳 也可能被鲨鱼误判为 小鱼身上的反光 遭到攻击 或者你真的惹毛了鲨鱼 但有时就是不想努力了 鲨鱼人可能接近船 残货人等着分食渔货 其实鲨鱼也在冒险 渔夫可能捕猎它们 人类造成的污染毒害它们 在马尔地夫 这个千岛国家 蜜月天堂 海面上人们欢乐度假 水面下却正发生各种污染 与珊瑚焦白花 印度洋上的马尔地夫 平均高度只有海拔1.5公尺 1998年因为海洋热浪 使水温升高 摄氏4至6度 不可逆的珊瑚暖化 与死亡就此开始 也不断发生 这里超过七成人口 靠海为生 或是捕鱼 或从事观光旅游业 家乡的海洋是阿米尔人生中 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他加入一个保护海洋 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计划 9月初开始一个月的深海探索 一艘特别打造的研究船 可以深浅 主要研究马尔地夫海面下 30公尺到1公里的海床生态系 因为马尔地夫海域 潜水区的上千种生物 已经岌岌可危 未来希望至少深海区域要保护好 煤矿里的金丝雀 为矿工侦测毒气 国土海拔 只有1.5公尺的马尔地夫 也将是气候变迁 海平面上升的最早一批牺牲者 无奈做研究的资源 与破坏环境的因素 都是来自富裕国家 阿米尔苦笑着说得很委婉 只希望更多人能把保护海洋 这件事放在心里 至少让地球毁坏的速度慢一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确实就像报道当中说的 我们不可能不碳牌 但只能让毁坏地球的速度稍微减缓一点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气候峰会 当然大家都在看各国领导人 他们抛出怎么样的证件 包含联合国这边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研究 跟建议出来 所以我们要继续带你来看的是 如果我们碳排放持续增加的话 现在各国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真的能够避免全球暖化吗 还是说这已经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有气候科学家他说 如果我们的碳排 必须在2030年之前砍半 到2050年的时候完全消弭 我们才有办法在世纪末之前 升幅控制在两度内 但我自己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太可能 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好那么现在联合国又怎么样认为呢 如果我们的碳排计划 全数执行的话 真的有可能吗 还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碳排放量 真的是非常难达到 光要降低都很难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根据他们现在联合国 气候变迁的钢要公约上 他说如果各国减碳计划 都是全数达标执行的话 2030年的全球碳排 是将近524亿吨的二氧化碳 他等于就是说 我们暗示我们的这个碳排放量 到2030年前是达到一个高峰 不过他们现在的执行长 联合国的执行长 他其实就有提到了 即便是这样子的达标的状况 2030年之后 整个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会增加 不过以现阶段来看 他们还是超标了 就是如果达标之后 他们其实还是远高于了 远高于门槛 多出了160亿吨的二氧化碳 所以其实即便达标 那你真的要可能可以打控制在二度 两度以内 其实还是蛮困难的 好确实现在包含各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们也是采取非常悲观的一个心态 觉得要控制在两度以内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如果说我们的碳排放就是导致说温度没有办法压制在两度以内 只要升到两度的话 他的气候灾难 比如说像是洪水啦 或者是像是一些干旱 他这样子出现的频率将会是出现到甚至是两倍之多 也就是说未来这样子气候变迁所导致的一些极端气候 它是越来越频繁的 那我们要继续带你来看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极端气候的状况产生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温室气体 现在包含二氧化碳甲烷跟氧化亚旦 它是现在主要的三个温室气体 而且还发现一件让人很忧心的是 他们的排放量现在持续的增加 而且还在创新高 像是二氧化碳来说的话 在去年的这个碳排放量呢 是远大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值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 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尤其现在又因为巫二战争的关系 所以说欧洲他们的碳排放量 也比以往还要再更多一些 所以说这都导致了 现在温室气体好像不减反增的一个状况 更让人忧心的是 像是甲烷的浓度增幅也是四十年最大 这显示世界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非常的让人忧心 那么目前呢 我们的全球气温是不是 也比工业革命前还要提高了 剩下几年 我们真的能够达到1.5度的一个控制范围内吗 因为跟刚刚就是现在的所有像排放量啊 甲烷这些都在升高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目前现在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1.2度 而且呢 更比较优先的就是 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显示 没有减少的一个趋势 所以其实我们要达到2030年或是2050年要达到这个达标状况 一定要先从现在开始有减缓趋势可能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联合国也预估了说到本世纪末的时候地表的温度呢 将升高到2.1度到2.9度之间 其实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一开始 就是巴黎协定原本预定的一个升温目标 所以其实1.5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 而且可能还会在两度之上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让你忧心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只要到两度的话 这个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是增加两倍 那么我也提供给大家一个 我看到非常有感的一句话 是联合国秘书长他说的 现在全球温度不断上升 所以说气候混乱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我们现在正史上的是气候地狱之路 而且还是踩着油门 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大家深思 也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观察一下 这一次的气候峰会 到底哪些领导人做出了什么承诺 真的有办法实现吗 今天感谢力军带给我们的分享还有解说 环保期后一题我们下周三再见